字幕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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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聽說 聽說 跳到中間時 頭在那裡 關鍵都沒問題 你嚇了 死的都沒問題 變成人頭被下去淹了 當煙菜這樣 站著死的那裡 她說那天看到 那個警察說 他們一去的時候 看到那個女士的狀況 她從她的額頭頭頂這個地方 到她下額 整個臉皮是整個被撕開 上面只剩下一個骷髏頭 老人家去哪裡面臉頂的時候 你知道她脫鞏鞏起來的時候 她是雙手掐著她的脖子 開始 意思是 當時 有人這個女兒如果是開了 有一個冤魂就上身 死者跟著她魂回來之後 然後在地藏 地藏王菩薩殿裡面顯靈 然後告訴她的名字 我捨得上這個案子破案 等於這個世界 你到底了解有多少呢 歡迎收看不可思議的世界 我們都知道說 警方辦案一定都講求科學證據的 可是當一些案發現場 碰到一些靈異線上 大家也是時有所聞 今天我們也請到了 屏東現任的一個警員 來現場跟我們分享 她不可思議的辦案經驗 當有一些破不了的懸案 大家也會去求神問譜 尤其有時候可能是 甚至是布森在警員身上 來幫助破案的 孫福哥 這要從民國七十幾年來講去 我們台中間有一個地方叫做 現在叫做代理 她的古代號名叫做代理企鑊 在我們專性來說做這個鹹菜 酸菜 鹹菜 對 代理企鑊 對 代理企鑊最重要的 有一個男人 我們如果叫做阿翔就好了 結果 那就是獨身 每天生鹹菜 生鑊也那邊好像鹹菜 你知道嗎 沒機會說交越朋友嘛 人的像那個肉乾這樣子 拍檔這樣喔 不然現在有一個是算有家人的男人 就經常去買鹹菜 本來這個鹹菜就10塊 買到最後才算2塊 越買越燒 這樣就倒閉了嘛 當年有1天的時候 那個男人他就問說 鹹菜怎麼越來越燒 喔 抓到了 那男人驚你知道嗎 想要跟他切 要做這個新鹹菜這個男人 這個阿翔他不完而已 不完跟台 啊 不敢情分手就把他殺了 對 生性是這樣喔 以前的人也這樣處理 比較快啊 一刀兩斷啊 但是台後沒關係喔 台後人也抓到了 他也沒抓嘛 啊 都也抓到了 對 問題是 台爬公司 啊那個頭判斤 對 頭判斤就 你說要破完也不對 這破一半也不對 對 在民國七十幾年 民國高中找到頭才來破完 我們也倒閉上去那裡 人家人也不僵嘛 沒有辦法全屍嘛 是啊 結果這個瓣蘭的這個警罐 太多辦了 我想說這頭一放在哪裡 嗯 想不到當中 有時候你在這個警局當中 就大家坐在 在研究研究 像我這個警罐就期待 哎唷 一直害啊 你拖白無無 你知道嗎 哦 因為這本來的貝利就比較輕了 那這樣 鄉民主要登附著桌擂 桌擂 桌擂 就開始說 說到什麼 跟著女婦的 嗯 他怎麼說 背負身邊 很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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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說沒有 他說沒有 看不見 不健康就對了 暗默 他在看很鹹的 嗯 有 這個警罐想說 啊 對了 嗯 對 貝利想說 這個鄉民主要是很鹹材 哦 所以說很鹹材 這樣來敲 對 不再下去 那一片那一片大片 那湯也很鹹材 那湯也很大塊嘛 對哦 一腳一腳順 一腳一腳順 怎麼順就順不 嗯 嚇到那時候 想說 可以不 吃一雞粉才來燒 哎 結果會怎麼點不點沒到 嗯 我想說怎麼會這樣 啊不可以在這裡 第六感嘛 哦第六感 湯到外面打開 打開就行了 好好 來這裡 跳到差不多中間的時候 頭到那裡 關鍵都沒問題 一鹹嘛 死的都沒問題 變成人頭被下去醃了 當醃菜這樣 那種生的那樣 對哦 這不普遍也不可以 我頭就拿到那裡了 問題是 那鹹材聽說有一段時間 沒什麼人敢吃 啊現在沒了啦 好 現在鹹材差不多吃 對 欸 鹹材老師 這樣那個阿熊這麼狠耶 把人頭切下來 放在他的鹹菜桶裡面去泡 精神喔 精神的事情 社會上食有所聞 就是為了感情 我反正不開心 我就就是 怎麼說一刀兩段 你把它砍成好幾段 那像這種 冤死 冤死的冤魂 通常都是 有很多就是說 因為他 他有苦要塑 有苦要塑的時候 他絕對會去 找一個 那個體質 他會比較害人去那邊窩心 他也希望人家 能夠幫他找到全屍啦 所以他會附身在那個 警員車上 因為有一些是附身 有時候是警察碰到 有時候是附在親人上面 來幫助自己破案 找到屍體這樣 對 因為我記得 我幾年前去新竹那邊 訪問過一個警察 那那個警察就講說 幾年前在我們台灣 出了一個很大的 一個社會案件 有一個新湖 新竹市 然後新湖國中一個女生 然後他姓曾 然後這個小女生 因為他國中一年級嘛 每天早上要背著書包去上課 可是突然有一天 他去上課之後 媽媽發現 小朋友沒有回來 然後就開始找 怎麼找就找不到 然後報失蹤人口 因為警察有說 要過24個小時之後 你才可以去報失蹤人口 就一直沒有找到 大概過了三天吧 有一天大概早上5點半的時候 有一個男生 早上去運動啊 然後就帶那個狗狗去遛狗有沒有 然後狗狗在跑跑跑跑 突然他的狗狗本來都很乖啊 他就在那個電信桿旁邊尿尿這樣子 對 突然就看到那個狗狗突然一直往前衝啊 不知道為什麼 然後就一直在地上 哇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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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你知道嗎 發出一句 後來這個事情在警方 就慢慢的就把這個事情兜容了 確實在大喜發生過 我們這個失案 那這件事情 確實是這個賴隊長是 按照這個什麼 死者 跟著他魂回來之後 然後在 夢裡面來告訴他 地藏王菩薩殿裡面 顯靈 然後告訴他的名則上 這案子破案 哇 突然就看到那個狗狗 突然一直往前衝啊 不知道為什麼 然後就一直在地上 哇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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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 結果你知道嗎 挖到什麼 挖出一具女絲 可是我要特別強調的是 這一具女絲喔 他說那天看到那個警察 說他們一去的時候 看到那個女絲的狀況 他上半身是穿著一件那種 條紋式的 那種運動衣 然後下半身是那種運動長褲 可是這兩個樣東西都已經被脫掉了 誇張的是他從他的 額頭頭頂這個地方 到他下額整個臉皮是整個被撕開 上面只剩下一個骷髏頭 然後雙手被那個紅 塑膠紅繩綁在後面 現場沒有找到什麼東西 只有發現 他手上有一個那個皮爾卡登的手錶 然後有一個玉的小鍊子 還有一串念珠 後來就去找找找 就找到這個家屬 可是呢 因為警方一直在研究說 因為兇手竟然有心不讓你找到 感覺上是你用什麼辦法都找不到他 那警察他找了一個多禮拜 完全沒有任何一絲絲的線索 就像你剛剛講 就在這個真小妹妹 她頭七的那一天 然後警察就想說 那沒辦法都找不到 那我去安慰一下家屬 她頭七嘛 我去給她上個箱總可以吧 那天警察就兩三個 然後就到這個真小妹妹她家 在靈堂前面 那天頭七大家在拜拜 然後媽媽就哭得很傷心 然後他們的家人也都在 然後警察就說 小妹妹如果有什麼話 你記得 你要來跟我講 我才會幫你的忙這樣 結果警察這句話一講完 他旁邊的那個姨媽 他有一個 他就是從小很疼他的姨媽 他本來坐著有沒有 他突然頭就這樣往前 然後 我跟你說 因為為什麼他會這個聲音 後來才知道說 真小妹妹當初是先被掐死 他的喉嚨好像很痛你知道嗎 講不出話來了 他就說 我被帶到七山高雄別墅 後面哪一間房子第二間 講完喔 他還說他是被四個男生帶走 然後呢 他說在他的那一台銀色玉籠的轎車 殺死他之後被漆成黑色的 然後那個員警一聽啊 他就講 阿姨媽你不要傷心啦 你很數量你的外甥 他覺得他可能有一點那個 精神狀況不太好 他就這樣跟他講 然後警察本來不相信 他就想說怎麼可能 我才剛跟你上香講完 你馬上附身來告訴我 你怎麼死的 後來警察想說 反正也沒有線索 結果就真的開著車喔 就跑到旗山的那個別墅去找 就去找到一輛黑色的轎車 就覺得很可疑 因為放在路邊沒有人去 沒有人去動它 就在轎車的後座 找到了真小妹妹的毛髮 就是那一輛車 完全跟他講得一模一樣 後來這個案子 在他頭七那天就徵活了 是喔 對 那你講的這個案子好像跟我們 我們最近在新聞看到的很像 但是最後他不是說 兇手只有一個人 但是他被附身的時候說 還有重火 所有四個人 對 那有時候是直接這些 無阻孤魂 頑皮鬼直接顯靈 或者是冤死人直接顯靈 有時候是靠託夢的方式 其實我看警方在辦案 一般都是科學辦案 但是我們台灣很奇怪 台灣確實有很多是靈異在辦案 也就是說靈異它會出現 那我們知道警察是代表正義的化身 但是你知道嗎 有些警員其實他是基層警員 他在第一線查案的時候 事實上有些人他的體質是比較 屬於接近零件的體質 警方本身也有 我們等一下會有個警察 也是這樣宣傳說法 那我要講一個就是在台北縣海山分局 有一個行事組的一個首隊長 是 姓賴 所以賴先生他平常 他是沒有靈異體質 可是他平常常到廟去禮佛 那他一般常去的是 新店有一個叫做慈玄宮 這個慈玄宮有一個叫做心玄法師 大概現在年紀快到90歲了 這個心玄法師這個人很怪 這個人是一個平常就是非常的 做很多的善事 那這個人有經過七次死掉 也就是在鬼門關 七次死聞經驗 死聞經驗 也就是這個法師有經過 七次的鬼門關 都回來了 都沒有問題 那他使命還沒達成一個高僧 對 他就一個高僧 但你知道我剛才已經都提到 這個海山分局的這個小隊長 常常到新店這一家慈玄寺 去問那個法師 好 那就是在禮佛嘛 就有一天這個小隊長是 剛從彰化回來 回到新店 為什麼 彰化他這個景元的四伯 他有一個儀式 然後他就去那個儀式的地方 就回來 那回來到新玄法師那邊 跟他來請教 新玄法師馬上在旁邊跟他講 你跟著兩個魂走 有兩個魂跟著你走 跟著你回到十玄寺 看到了 然後這個景元很奇怪 怎麼會有兩個人 兩個魂跟著我來 對啊 然後這個法師就說 請到我宮殿裡面的第十殿 地藏王菩薩殿 你去那邊 你去那邊休息一下 甚至你去打個瞌睡 叫他去養金蓄銳啦 那這個分隊長就去啦 到這個第十殿這個宮 忽然他就開始有點睡覺啦 然後就開始看到一堆白煙 一堆喔 一堆白煙就出來了 這個是實際的例子 那看到一堆白煙的時候 就有人提出一個名字 他說他本身 這個白煙後面就出現一個人 他叫做蔡雁良 是一個男孩子 那他說他有非常多的冤魂 他是被焚燒 焚屍 對 被焚就燒死了 那他提到他自己的自我介紹 好像是自我介紹 後來要提出一個名字 叫做韋志君 那這個是非常奇怪 蔡雁良跟韋志君 從來在這個小隊長的 生活中沒有任何出現 這個小隊長一清醒出來 趕快要記起這兩個的名字 因為我們講他做夢的時候 名字才會忘掉 就去查原來兩年前 在桃園大溪有個焚屍案 死者就叫蔡雁良 好 但是韋志君不曉得 這個人不曉得 好 那這個警員 就這個分隊長 就根據這個蔡雁良 這個案例去找找找 原來他有認識一個朋友 叫做韋志君 然後就把這韋志君調來訓問 韋志君講說 奇怪 我神不知鬼不覺 我焚屍蔡雁良之後 怎麼會經過兩年之後 有人會體現出這個 那這個過程裡面 發生出一個事情 這個韋志君不是殺死蔡雁良嗎 韋志君事實上是找這個 四海幫的一個人愛堂的堂主 這個堂主也是 不久前是因為上吊自殺 也就是因為這個 蔡雁良她平常託夢回來 後來這個事情在警方 慢慢的就把這個事情兜籠了 確實在大溪發生過這個粉絲案 那這一位心血法師 我說90歲的老法師 平常他很奇怪 這個人非常奇怪 其實鬼門官回來之後 他帶著國父的那個壁 銅壁 放在這個身上 那平常大概是 他都會有時會 跟地方父老講一些做善事 那這件事情 確實是這個賴隊長 是按照這個什麼 死者跟著他魂回來之後 然後在地藏 地藏王菩薩殿裡面顯靈 然後告訴他的名字 而讓這個案子破案 哇 而且隔了這麼久 兩年跟上這個賴性警員 才揭穿了這個這麼大的案件 對 所以冤魂的託夢 它就是有時段性 有時期 我可以回來報信 所以可能他要什麼 要去清靈 我是冤死的 但是我現在要回來報信 我要回來報信的時候 我要跟地藏王菩薩清靈 清有過之後 我才可以回來託夢 才可以回來報信 衝一下那個林老師剛講 因為剛剛講到這個 我突然想到我之前有一個 也是當警察的朋友 然後那個時候 因為他辦了一個監殺案 就他先監後殺 就是女生死掉了 可是一直找不到兇手 但是後來呢 突然有一天他在睡覺的時候 就夢到一個女生啊 就跟他那張死者照片 一模一樣 就開到他的房門 然後他在睡覺 他又輕輕的就坐在他的旁邊 然後他一開始先摸他的頭 輕輕摸他的頭 然後他就從後面啊 就拿出一張符 就在他前面畫 然後他就想說 這是什麼意思 對啊 隔天起床 他去請法師 因為剛剛講說 警方辦案有時候 用科學方式 可是他沒有辦法的時候 他就去請了一個法師 像林老師這樣法師有沒有 就擺了一個壇 開壇幫他做法 結果呢 法師那個法一做完之後 當天晚上喔 那個女生啊 就站在他的門口跟他說 他到地府去申冤 然後現在地府呢 批准他 獲准他 他可以回陽間報仇 他就說你找不到兇手 沒關係 我自己找 但是兇手有兩個 最後都會交由你 來幫我把這個兇手給收服 後來呢 大概過了兩個月吧 其中有一個男生啊 就在喝酒的時候 被人家那個兄弟 用亂棒打死 打電話報警的 接起來那個警察 當第一個去現場處理的 就是他 然後另外一個是 就是運毒 海洛英運毒 然後也是被他抓到 所以變成說這兩個人 到最後就像他講 他自己去申冤 他自己回陽間報仇 但是麻煩警察 你去幫我把事情給收尾 這樣子 那個冤尾都會告訴他 步驟他要怎麼做 然後後面他就照著他的程序 來把他完成這樣子 對 真的是這樣 像今天講了這麼多的 警方辦案的事情呢 今天我們剛剛講的 今天請到了 一個現任的屏東警員 蕭賢民警員 你有碰過這樣 不可思議的辦案經驗 我們如果說 在我們沒有一個地方 是一間金錢的老闆 已經十點已經開門了 準備要滾了 十點多了 所以 香港有人在那裡唱 現在在那裡唱 男朋友那個台詩 台詩 健康彩質 他的指紋 都沒辦法查出這個案件 對啊 現在的台詩都很聰明 戴手套 你都找不到 現在他陷在這個案件 陷在膠著 現在陷在這個案件 當我們帶的去找我師傅 現在他找他 他有辦法整種 我們度高的 辦法整種的靈動 就是我們天主 放在這個 這個桌子上 這尊 這個靈動 長這樣子喔 這已經算了 這已經算了 這沒關係 現在經過這個靈動 來以鬼王靈 來驅使這個靈動 來找出這個 師傅的望遠 現在來娃娃 這個社會的信誓 含他在生的 師傅的畢業 都一模一模 跟他生涯的筆跡 比對是一模一樣 對啦 大家當時是很興奮的心情 覺得這個案件可以看 這個社會 說是嚴格業中 全撤掉 全無法 我們前主是這個案件 沒有破 所以說 京鳳現主還在堆爪 所以那個精緻的老闆 就是遇到台獨被搶 被殺了以後 就是靠這個靈筒 去請了這個鬼王令 說 人不敵 敵非忌不敵 對啊 可能這個 這個金馬店的老闆 這個男老闆 可能他也跟這個人 我想 如果 如果這個因果業中 如果是沒問題 這應該是他的食材人 應該是食材人 甚至就是說 這個人 他過去到金馬店的老闆 他就是有求救 他有求婚 所以我今天就是 來恨在心 對 我去幫你唱 我這裡 我們報告就對了 這個人去幫你唱 也算是一種報告 所以這就是嚴格業中 當然啦 這個嚴格業中 有的人說得更多 我就頂死人欠 這死人要給我唱 因為老實講這個 我想到 之前不是台灣 有一個彭婉如命案 那當時也是 警察找了很久 而且當時那個警政署長 有下令說 這個案子三個月 要限期警方 一定要破 後來就是一直找不到 只有發現他那個 飯店前面那個 計程車的那個監視畫面 後來私底下 我們有去訪問這個案子的時候 警察就講說 那時候他們就去關落影 私底下沒有公開 就私底下去關落影 後來呢 欸 芬如上來 就直接講說 這個案子 沒有方法護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就跟老师刚讲很像 或许是前世他欠他 所以也就讲说这个案子呢 可能这一辈子是破不了 所以也不用再追查 到现在还是迟沉大害 所以像说有人说 因果涅装就是这样嘛 我可能没办法 我在夜市吃一个蚵仔煎 卿台市 没办法是说台不对的 那也是可能警示 这个被害人遇害以后 有这么多玄奇的破案方式 那有时候譬如说强奸犯 他是怕你日后再去杀 可能警察就会用一些钓鱼的方式 去抓到这个射廊 有一些警察就会守候在公园里面 去抓射廊 这说起来很厉害 我们台中有一个台军党 差不多差不多四段五段的这个竞丸 奇怪 这些脸部的人就要浸泳了 但是他的体型不辨人 对吗 现在刚才这些案件都在外面 对啦 他在睡着又整起来 又跟左边人一般 是喔 那什么样子又有了 对 那在很多年以前 我们台中有一个案件 叫公园之郎 对 有一个男人 三个月一半 不然他睡着消息 就去到工房 对方如果不反恐就性侵 那是没有胎人 但是就常常做这些性犯罪的东西 对 这我们走一直没办法扶 那后来就 那叫他去 那叫他去 他也太久了 你知道吗 要去拐贝也好 走到这样 真的有高兴 花季招展 这个地方以前蛮好的 蛤 没有用什么 那水带很软的那种 啊 那等一等一等 等一等一等 等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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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 伯母带她说 在希望也不是办法 对 有一个人说 这个人说 逃不逃 来啊 因为一个女孩 那慢慢走才走过来 对 manufacturer我再坐一 ve 那坐一 坐一 veure水 voll 在大地上就忘了 然後就問小姐寂寞嗎 給她就很緊 等十五天問我寂寞 我十五天跟一個人在這裡怎麼不寂寞 對喔 早就要來 問到這裡的時候 問到現場 問到現場 軟QQ 對喔 會晃 她現在想說 待會兒讓我回到我來幫妳煎 這問到這裡不可以說怎麼這樣 問到要緊的地方 怎麼辦 趕快制止啊 不然就 進來囉 可能我真的要摸摸的樣子 現在摸摸到那裡的時候 那些小人啊 那些公民啊 他想說奇怪 還摸摸外的 人家都整地都軟 你真的像這樣人家不一樣 那就是夾摸的啊 還給她摸摸到 想要怎麼看的一樣 怎麼辦 不行 他現在撩著要走 生下來二人就糟了 我等十多天 你每天都來 也沒關係 我等十多天你煎才來 整個城市都沒了 當場就逮到了這個公園之狼 就他 就是 就是進行不行 是... 警察我們在哪裡聽說 整城市連要緊的地方 差不多用五地三文六四 洗得很流血 感覺很垃圾 這樣 警察真的很辛苦 有時候還要去扮演這些角色 來抓到壞人 對啊像之前 因為我之前在台中念書嘛 然後我記得那個時候在 欸不要講 文心路在過去的那條路上啊 就是他們有那種整棟 聽他們講就是那種炮房 就是裡面的房間都是那種 小房間小隔間 然後而且地板的瓷磚 都是那種綠色小瓷磚 就是可能價錢比較低廉的那種 像以前華西街這樣 類似那種偷磚 可是它是整棟都是 然後那時候就有兩個警察 那年紀喔 大概就像超哥這樣子 然後頭髮還是這樣 梳得油油亮亮的 然後... 雖然年... 就是... 看得出來就風流倜躺這樣 然後那一天的 這兩個警察的裝扮啊 就像高超哥這樣 就很正常 那樣... 那個叔叔有沒有 又走... 走... 叔叔... 什麼意思 不要改名字好不好 魔掛好不好 然後呢 這時候他就碰到一個 他比我年紀再大一點的一個女生 然後看到他就說 老闆... 一個人啊 我們樓上有空房間啊 要不要上來玩一下這樣 就這樣誘惑他 然後這個... 他... 因為他當然不知道他是警察 因為他穿得很輕便 而且他那天其實 他也不是要去抓什麼 他就只是經過兩個人騎機車嘛 那就想說... 欸... 這好像在做黑的 然後想說 我們帶起來看看這樣子 然後他就說... 他就點點頭就說好 然後兩個人就... 他就很高興啊 因為那個媽媽桑一直說 我們樓上的這個齁 都吃八歲啊 又有氣的 對... 皮膚白泡泡很嫩這樣子 然後兩個人就很高興 就上去了 然後一進到房間啊 果然不到三分鐘 那個門... 媽媽桑門一打開啊 一排進來五個女生 而且這五個女生呢 年輕貌美 對... 年紀非常小不說 全部都是... 全身脫光 包著一條浴巾走進來 讓他們挑這樣 然後警察很尷尬 他就想說 我不是要來... 我就不是要來玩的嘛 我就是想要來查案子 然後警察就把... 他就說... 你先坐咧 這樣五個小姐都先坐一下 媽媽桑就心想說 哇...一次要叫五個啊 不會吧 就警察那個時候 他就把他的手機啊 有那個攝影的功能 他就開始在透露 然後他就說 沒關係你五個都留下來 五個都留下來 那小姐就心想說 哇... 這個年紀小有了 玩這麼辣這樣子 對... 然後他就說 他就叫小姐先去洗澡 那我剛剛講的一個地方 他們裡面的那個房間 都是透明的 廁所的門都是透明的 所以他就從小姐 一進去在洗澡的過程 就全部用手機拍下來 所以到最後 這些全部都變成證據 把小姐全部一口氣 自己五個通通帶著 就這樣破貨了 色情網站 那家還在嗎 想去嗎 沒有 你去叫他們 不要做這種事情 我怎麼說 真的 還在 應該還這樣 你看這樣還要假裝 自己是嫖客這樣子 才可以破貨 可是這樣是一些警察 本身自己有道德的 那麼有一些警察 自己是本身很沒有道德 就會加害於別人 那會有什麼抱怨 台灣... 這個不是很多什麼 越南...越南妹啊 什麼大陸妹 拖渡 拖渡 他們就偷渡進來 那有... 他們要從事這個工作 如果說實在 好的警察就多了 但是也有一些警察 收黑錢啊 或者是白嫖 有一些警察就自己嫖一嫖 然後每個月收紅包啊 對 乳基德署 對 結果就是 他們立白身 有一些他們偷渡進來 其實就是要打工而已 他們沒想到立白身 結果去人社集團控制住 人社集團跟什麼 跟一些警察 勾結 之前也有勾結 對 就是有一個... 台中有一個無性警員 現在已經退休了 當時也叫他強迫退休了 他就是跟人合作 合作的時候 他都會嚴肥 他都會去驗貨 都會去驗貨 找一個比較親眼 他都會生氣 只是先跟他 他也很辛苦 應該很辛苦 要付出精力 要給他打工 這樣 結果有一些 他其實只要來打工 結果他跟他 他跟他 他跟他也是騎路 就變成說 強迫 強迫之後 反正你不從也不行 就整個人都幫你控制住 對 帶你就是貪得住 好 那這種事情 過了一段時間之後 那他自己有一個女兒 好... 買了這件事 就是他們女兒出事的時候 才拚 他們女兒離婚 結婚了嘛 因為女兒離婚 女兒離婚到家裡 所以有酗酒的習慣 對 開始... 頭髮時心情不準 每天喝小酒 喝到酗酒成癮 變酒鬼就對了 每天都會打不著 頭髮時打不著 現在有女兒 那兩個人喝到差不多的時候 就換了一段時間 不是 結果 過一段時間之後 越來越嚴重 他剛倒回去的時候 他開始 本來是憂鬱 後來改成躁鬱 這事情越來越嚴重 床到買了 他現在 趕著打的時候 有很多男人其實很怕他 他到買了 酒水的時候 他剛性騷擾 有的人去參與睡 但是人家很怕他 到處拍電影找他 他人騷擾到人家 他不停找他 你知道他 開始拍電影 找他爸爸的動手 好誇張喔 然後 又是一些老 年紀都很大 有的年輕人 也有很多歲 但是到買了 有一次 他約一個 他爸爸的老同事 那老同事 年紀真的是伯伯的 對 他約到汽車旅館的時候 老一人去哪裡 面穿上去的時候 你知道嗎 他趕著趕著趕著的時候 他是 雙手掐到他的脖子 開始 意思 當時 有人 這個女兒如果是聴了 有一個冤魂就上身了 這個女孩子 當時被強姦之後 不從 結果死去 叫他頂在海底 結果早來報警 他就要他的命 要他還他的命來 這個老警員 雖然是有火 但是畢竟 畢竟 畢竟過了 就跟他拍下來 拍下來 拍下來 不允許他 他把他拍 他拍下來的時候 叫他撞一下 撞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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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們說話很嚴重 結果 那個警察 一個警察 一個警察 三個親親的 也趕快跟他撞到 但是撞到 撞到 撞到 這個女兒 如果他爸爸 無姓警員 他知道這個事情 後來把他撞下來 去找 找他們當初孫子 我們女兒 他要把他生生 這樣 用好婚禱 對 但是問題是 這個伯伯 是當時跟他爸爸 是同伙的 狼狈為奸 這件事就對了 對 當時 他跟我們瓜哥 是這兩個人 他去找他 要輸贏 當然人家看下去 整天在警察局 大家都去阻止 但是由這個動作 然後要去 就 所以等於是 被他們拋下來的 那個女冤魂 來找到在他復仇 對 而且報復在他同伙人的 女兒身上 讓他變花枝到處 每天被男人騎 這樣子 對 對 那個小警員 你們還有什麼 離奇的破獲的 這些射擊運招站 因為 在冰冬館 射擊運招站 是比較不像 像大陸棋 這樣 那樣企業 在經營 我們冰冬館 這個屬性的 冰冬館 比較春暴 比較春暴 對 有的時候我們看到 你在我聽 還是按摩院 不然就是一些流音 你像說 站在路邊的什麼 對 你說一些流音 你要流音 一般 如果身體比較漂亮 就從酒店去你 他不可能說在那裡 有分等級的就對了 對 不可能說讓你沉路邊 沉路邊 那些都差不多五、六十 都應付一些 五、六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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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都... 這就應付一些 應付一些 七十幾歲的 四老伯伯這樣 就應付一些比較老的 比較多歲的 但是警方 見語 維護山陽風暑的情況之下 你沒有你兒子 是不可以這樣 對不對 你現在叫年輕人 要經營去吃草飄荷 不可能 沒有 那太多歲了 因為要去台湾 轉換阿嬤 現在警官有時候 只是說 沒年紀就對了 年紀比較大的經營 去吃草飄荷 就要去台湾中醫方式 對 我嫁嫁嫁先說 看多少錢 多少錢 嫁嫁嫁先說好 說的時候 要看我帶那一堆 等到醫有漏電 有達到方法 構成要件 就把你拿去 這樣 等到衣服脫了差不多 就抓 對 把他抓到 你不可能說 那多歲了 你叫一個二十多歲 三十歲 經常去叫那個 有六十歲的 留音 不可能 不過小姐 那個警察 有時候他扮演這個嫖客 有時候會扣露線 扣站邊的發現 你們是怎麼去隱藏自己 譬如說 台雞 或是用什麼方法 照法 我也會懷疑 說這個警察是 要來釣魚的 對啊 這個問題 這個很簡單 來解決就是說 你不可能說穿到西磚鼻蜂 或是穿到蓋青節去去找 那些留音 一定是穿到那裡 他本人都補的補的 我們都吃的吃的 叫他流的流氣的 有太假嗎 有太假嗎 要這樣一種方式 就什麼工夫什麼薄 這就是一種變化方式 這也要去聊天 他們的術語 可是我有一個同事講說 聽他們講說 他們如果在做那種黑的 都會要求先看警察的健保卡 譬如說他如果是留音 我就是要先看你的健保卡 為什麼 你現在說這個內行嗎 因為他說 沒有 健保卡上面都會有寫 你是警察的話 他一定會有一個不一樣的號碼 這樣喔 之前的健保卡 他的開頭 公務生員的健保卡 他的開頭 是跟一般不一樣的 那今天如果是在做特種行業的 他看了這一集 那就以後都要去 應該是H 應該可以幫人換 我印象中那時候 是H沒有不對 你說起來 他也是英明證身的 但是你要去膝蓋的人 也是英明證身 你常說你都在大學 都大學生在談 我也是要看他的新聞前 我也是學生證 我也記得 我也記得 我剛在鼻子的時候 互相驗身分 對 我記得 我剛在鼻子的時候改租名 那時候我在台北市保安隊 我自願他們做會處理去查 他也有去查到一間了 我們現在這間酒店 現在還在開了 我們不要說是酒店的店 你去吃飯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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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都要去吃飯店 就知道計程 你直接可以問 你他在哪裡做的 計程多少 直接可以帶到飯店 所以應該在裡面 還有很多的美工要了解 你去吃飯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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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當然試過今天 現在他的運作戰 他的經驗方式 怎麼轉變 怎麼改變 這是他 他叫戰手冊 對 有那個警察 吃飯飄客體 打開之後出來 才說我是警察 已經吃飯了 白嫖宛 我媽媽 詐欺檢查 都沒有 這個是破獲個人的 有一些 他是可以破獲整個 這個販賣人口集團 你感覺怎麼樣 一樣 一樣的那些公園子 很小的 你生的體格好 還有工夫很小的 都很充滿 阿翔 阿翔 那就是 因為我們台中 是選一個很好的地方 有文化氣氛 就是文化社 所以說 來自五路樹下的人 都一樣 他就讓文化來 他拿錢 地主資金 所以就有些 這些中心在幫他按摩 那叫我聽說 有某一間 很出名的大間酒店 裡面的這個商店 有一部分 不是主管來吃的 這怪賣的 對 還是說 我用毒給你偷 或是我照你錢 叫你落海 我們做這個空間 但是你要種去 這裡才辦 對 後來就派他去 派他去 他現在去什麼 要去上班 要臥底在裡面上班 可憐 那他做什麼少爺 沒有 也是打扮小姐 同樣 體型真的有讚 去第一天去應徵 老闆問說 你怎麼做 我怎麼做 叫什麼 第一次就這樣 你叫什麼名 孟娜 孟娜 那孟娜其實我 十二點以後的名 孟娜 唉唷 突然說 QQ 這皮膚不錯 有帶人說 我體型又這麼好 又秘書秘書 這個讚 倒閉合的大學國立 這樣好 要不要上班 不用再換衣服 就上班了 上班當然 我們酒店就是坐台 坐台 坐台 坐台說我們現在 特殼有問題 不可能 一定透過肢體語言 大家溝通感情 對 身體語言 是… 很交配 就開始了 現在摸摸 摸摸趕快開關 他怕燒打電 等一下加油管 又怎樣 對 要把杯子走 現在杯子走 搶這個酒盆 旁邊喝酒 這樣子男生很喜歡 對 這樣很害羞的 現在很開心 那五百一斤拿起來 好… 洗到這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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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沾起來 行情算好 這樣有種來的 第一天不敢想喝 你不敢來拚 就… 就… 真的 想說不來洗頭樓 做這個不好 人物不完全浪費 第二天 各位上班 同樣 第三天 第四天 差不多十十七樓 應該套過跟祖父母 會去了解 對 後半天大家去吃一個小鴨 從三月 正氣時間差不多 差不多可以來餵 到最後這個時候 想說今天特殼 對 結果那天剛才好 裡面這個 做小鴨子伴 過世日 喔 吃小鴨吃小鴨吃小鴨 就說 慶生啊 不然我們來洗三文亂 哇 很快亂了 那扁亂了就扁了 對啊 洗三文亂就怎麼死了 現在起的時候 我這… 我衣服藏起來是黏 那兩顆都起來 對 那是起的那三個嘛 我現在還是要怎麼換 對 小小的… 不好意思 我們帶姨媽來 有… 會用這個把他推掉 對 第二天而已 今天有的比較沒問題 創一個王生 他真的告訴你 十幾天 每天喝 每天喝 這邊就不是用五、三文亂 直接浸流生 哇 所以就是等於十幾天 他做了這個臥底的工作 來修正 透過裡面問嘛 你們都經常幾天 要怎麼做 他們怎麼不讓我們出來 沒有啦 下班就換在後面 不然就怎麼樣 說這個在後面公園啊 廣場 吃去吃 連那些頭頭販賣他們 全部都把他抓起來 那你還是採訪過哪一些 有一些是警察 本身自己很惡劣 其實警察都是很基層的 非常辛苦 但是當然也有害群之 在去年3月大概 3月7號 早上大概11點多 有一個警員 他是在花蓮 叫新城分區的一個警員 姓胡人 他穿那個警察制服 開個車出去 因為在花蓮這個部分 有一個小學 旁邊有一個民事的一個糾紛 所以這個警察等於 他跑到一個國小的旁邊去 排解一下 結果這位警察很年輕 看到旁邊有一對男女在約會 那個女的長得很像 像裴姐姐這樣 這麼漂亮 正喔 謝謝你啦 但是是個13歲 國中生 國中女生 這麼年輕的正妹 然後跟一個男的就在約會 然後這個警察就 奇怪 處理事情完全 就很奇怪 這個事情明明是很單純 他就去跟那個 兩個約會的小男生小女生 就來聊天嘛 然後看到這個女孩子非常漂亮 那就馬上 就用警察的特權 跟她盤問 你是哪個學校啦 你為什麼這個時間在這裡 老實講 這個時間警察是不能去盤問 那個事情 然後就強行把這個少女 對 那搭得到哪裡 那搭得到哪裡 我說事情在那兒 人一聽來就很好 我跟一個人 希望一直搭 那搭 那個人啊 那個人啊 那搭那個人啊 她不太快 她說是誰搭的感覺 她說是誰搭的感覺 好 那個人啊 什麼 飯時間太不行了 他說 一般的那個國小生都是 國中生都很怕嘛 國小生都很怕 那就跟著警察上去 上警車上去 警察料一句話就說 我要告訴你父母 怎麼樣交男朋友的事情 然後這個小女生就 不如依他就被他載到警車去了 就載到花蓮的海邊 這個男的警員就心起歹念 就跟他性侵 那就把這個國小生 這個褲子脫下來之後 就性侵 然後性侵只有十秒鐘 因為這個為什麼 幾年早洩 因為不是幾年早洩 這個我就不了解了 可能是這個女的太漂亮 還是說這個女的沒有什麼經驗 然後可能是 然後他在邊性侵的時候 事實上只有十秒鐘 然後邊講的時候就跟他講 跟那個小女生講說 我要告訴你父母怎麼樣交男朋友 他意思是說那個男朋友 那個學校那個男朋友太醜了 就性侵十秒鐘之後 後來這個女孩子當然是 回去就把事情說出來 回去沒有跟他男朋友講 這個時候警員又把這個女的 帶到原來的約會的地點 就是他跟男朋友會面就對了 然後這個小女生 國小生就不太敢 不太敢講出來 就有一天他跟他老師講 老師就跟社工員講 然後整個事情就爆發出來了 好問題很大了 按照這個就被起訴了 這個男警員被起訴了 被起訴是因為是妨害性自主 妨害性自主就是說 你本來是人家是自主性的 你沒有去 你沒有經過人家同意去性侵犯 偏偏這個又是十四歲以下的女孩子 未成年少年 所以法官就判他 原本是大概是七年 七年左右了 加重其刑 因為他是濫用警察的職權 職權 就被判十一年 所以最後結論是 十秒鐘 換來十一年的牢房 所以當然這案例是非常不常見的 但是我覺得警察在執勤的時候 有時候會常常碰到 應召商的女孩子 碰到什麼 因為警察有時候比較年輕 進到社會大染缸 他也沒有辦法 就是救不出人的引誘 所以這是我們國內 一個很大很特殊的例子 所以有一陣子 有一些壞人去犯案 他不會都先去跳蚤市場 先去買了警員的制服 然後再買一個什麼徽章 然後在路邊 只要看到漂亮的女生 就把他拉上車 他就對他信心了 所以他都會模仿 那像這種明知固犯 他業障不更大 對 這種 這種 拍到第十九點 這種的視野很難看 像我有一個學生 他姓黃叫黃詠進 跟我們這個 警察法師 那他有一次在派出所在執勤的時候 他剛才叫了一通電話 叫一個說民眾報案 說他們家有兩支槍 他就... 他就... 兩支槍那有夾子嗎 聽說 敲到槍那裡都槍 過火槍啊 過火槍那夾子很好 點數很多 馬上就叫這個公 絕對不能叫別人槍 所以他就叫一個... 叫一個董事 他說你替我站著 我那個民眾報案 我回家看看 我會衝一下 衝一下 衝一下 去到處看 報案的民眾 在地的關窟 所以那個人很熟 是 他說他們家而已 他就隨處理了 處理的時候 結果... 那個民眾是什麼 是英雄 他就說 穿在哪裡 好 對 說你低調 說低調 他就... 低調在哪裡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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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緊張 因為英雄說穿的事情 緊張得要死 我就帶他低調 穿在哪裡 對 對 說事情在那裡 他一... 大人一聽到而已 好話就過了 腦子就死了 一直敲 對啊 對 好 他外面說 是什麼穿的感覺 他說什麼穿的感覺 好 好 什麼 對 飯詩穿都怕了 他說飯詩穿 你帶頭要怕119 你不能怕來110 對 這時候不是槍 因為講話音喔 對啦 講話音喔 飯詩穿他聽到兩支穿 他一定黑邊跟你講 笑話最多 那小姐 原相您的體質真的是很特殊 所以可以處理一些 連陰界的事情都可以去幫忙 那還有什麼案例 可以跟我們分享 有一個 要算說我還是我朋友 他現在他朋友是在做拖拖車 有一個天 他如果接受人家的委託 譬如說你的車分期 你沒有打 是 結果他要跟你... 人家要跟你討車 他委託民間的去跟你討 那麼我朋友 要去討這架車的時候 那當然是我 沒有一定在... 在東港 在那個... 在屏東的家庭那間庭 我朋友剛站在他們這架車 這架車 會請中央 沒有讓他開拖就對了 這個人是請說 你如果沒有開... 你如果有人不照顧我 要去拿 不知道說這個人 有飲食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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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對... 我們真的... 車油門 加起來 我們拿下去就對了 拿下去 結果他人... 所以我們使體 我們對車輪連下去 拖到50公斤 可以嗎 超行 這個案件 真的喔 開始我們... 我們不要說人家走的 我剛在頭上的時候 拿到上面頭上... 頭上火靈 頭上火靈的... 頭上火靈的符子 來試試看 他那個... 他太太就... 人家特地說帶他... 他先生喔 來教他 訪問他 翁南平... 翁南平... 這樣做... 這個人做得厲害 你有沒有一張符令耶